2020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2020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 冲锋号已经吹响 我们要万众一心加油干 越是艰险越向前 把短板捕得再扎实一些 把基础打得再牢靠一些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如期实现现行标准下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贫困县全部摘帽 前几天我出席了澳门回归祖国 二十周年庆祝活动 我为澳门繁荣稳定 感到欣慰 澳门的成功实践表明 一国两制 完全行得通 办得到 得人心 近几个月来 香港局势牵动着大家的心 没有和谐稳定的环境 怎会有安居乐业的家园 真诚希望 香港好 香港同胞好 香港繁荣稳定 是香港同胞的心愿 也是祖国人民的期盼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 有风平浪静 也有波涛汹涌 我们不惧风雨 也不畏险阻 中国将坚定不移走 和平发展道路 坚定不移 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 共同发展 我们愿同世界各国人民 携起手来 积极共建一带一路 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创造 人类美好未来 而不懈努力 此时此刻 还有许多人在 坚守岗位 许多人在守护平安 许多人在辛勤劳作 大家辛苦了 让我们只争朝夕 不负韶华 共同迎接 2020年的到来 祝大家新年快乐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